战列舰上的巨炮 寿命很短 在大约300次全装药的发射后 炮管的磨损就来到了极限 如果不及时更换的话 射击精度与操作安全 都将显著下降 哎呀 乍听起来300好少啊 但是考虑到它发射的是这种 也许比你的腰还要出的炮弹 能挺这么久也是够厉害的了 所以它再贵你再心疼 也是要换的嘛 不过呢 实际情况确实 它根本从来就不会换 那海军是如何解决炮管磨损的问题呢 很简单 他们为了省钱 当然也是为了解决材料 和工艺水平不够的问题 其实是把一根炮管 分成了好几个管子来单独制造的 最后再组装到一期 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模型来举例 炮管的外层 管理打多少发都是不会换掉的 而这里面的一层 就是刻上了螳线 与弹丸和火药直接接触的一层 叫做蹭理 在磨损之后呢 确实是需要换掉 你看 这样操作下来 是不是就比整个换掉炮管 要省钱省事多了呢 但问题就来了 你看它俩咬得那么紧 是怎么被套在一起 又是怎么被分开的呢 他们使用了一种 称之为热缩装配的手段 在加工厂里面 有一个能够将剑炮 竖着放进去的深坑 里面装满了加热装置 组合时呢 先将外面的套管 插进去加热时期膨胀 于是它的内径就稍稍扩张了 与此同时啊 趁离却被循环的冷水冷却着 外径收缩了 这样就能够将它 顺利的插到套管里面 等就位之后 关掉热水 抽去冷水 两者都回到了常温 一张一收 自然咬合的就异常锦丽了 同理啊 想要分开它们呢 一样的过程 再来一遍就可以了 冷水灌进去 小太阳烤外面 利用自然的魔力 一切都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啊